北市科地账权标案争议持续延烧 T17 T18由星光仁寿拿下 民党议员质疑招标门槛有鬼 更是独厚特定贼团 我们的整个三块土地的底价 居然只剩下81亿 柯文哲2021年7月21号 盖了他的职务章 还亲笔签上日期 这就是柯文哲决策的 所以柯文哲不要逃 绿议员秀出公文 指一科是否有建筑北市科一律 T16 T17 T18三块基地 当年是被分开招标 光是权力金底价81.8亿 就比原先公告的86.8亿少了5亿 属于金人宝的T16 却需要投资计划书 但星光的T17 T18免投资计划 还点名这些公文 当年全是柯文哲亲自盖章拍板 就刚好新受了建议 台北市政府全部买单 其他厂商都没有建议 其他的厂商都认为 分开不需要分开招标 投资计划书提应该 权力金也不要下修 只有星光觉得 需要这三点配合 而市政府就接受了 绝对不是像减书赔议员指控的 照单全收 原本星光人寿还说 如果三块地分开招标 那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我想请问这白纸黑字写的东西 请问议员是哪里看不懂 洪华先进科技 也曾经在3月8号的会议记录里面 曾经提到了建议 希望可以下修全力金 民众党拿出北市科14炒 与潜在投资人的访谈会议记录回集 其中也包括否认接洽的 原大间接反驳 未造文书的疑虑 自科的案子 你不要说明 谢谢 原大就在里面 那里面也有记录的人 里面也有出席的人 这14次的访谈 这些人的名字重复出现 那我们想问一下许淑华议员 请问你同时也要指控 这14场的会议都是造假吗 难道他们都未造文书吗 相较于柯文哲不吭声 民众党小鸡硬起来 质疑蒋市府玩两面 手法抹黑柯市府 让公务员背锅 背试客议题 蓝绿白各说各话 持续互告 明镜需要您的家 亮丸部SNG小组台报道 但很可惜哦 今天我们三位还有民众党